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抬是表示行者他念念之间的赤诚的心中的手持 手持如抬 那都是在决心体上去观 所以决心可以感觉到所有的一切万念虽然是从随元气浮动 但是决心却是不动的 所以你在那个下心处念念观察那个决心叫做静坐 所以坐在尘牢之中 什么叫坐在尘牢之中 就是看到一切起心动念 他都能够慢慢体会那个决心的不动叫静坐 一无相的一 就是在这个静坐之中 你会发现你虽然可以面对万律 但是事实上你能够慢慢思维那根本心中从来不动的一体 那个一念 那个一是行者现在念念之间所熏所习的地方 所以也是心中正在不断的熟悉的地方 所以那叫炉 炉是熏习处 炉也是心中真正炽热处 念念在那边熏习 念念在那个上面去思维 那叫做一炉香 就是在不断的每天的起心动念 你都要知道 在一些感受当下 你都是在决体上面思维的叫凌然 因为毕竟他就不是随丞相中妄动的 那叫凌然 但你要能够一念能够参得决体的感受 那自然就不在万绿上面在随他所起种种流转 妄想流转 你虽然可以看得到万绿 但你也已经不是万绿的过去的夜感 你已经都能够体会到能觉得万绿的那个一体的亲近 所以在这个一体的亲近上面 你不会更立万绿的名字叫万绿王 所以这个上面才就告诉你 他不是习心出妄想 不是把心捏灭了出妄想 而是更能够在这个一切妄想之中 你能够体会到原来都是决心 你只要知道是决心 那妄想的妄字自然就不可以立 因为都是大觉故 就不可以有妄字这个案例 所谓的不可以就是你根本不会觉得是妄 过去因为不认觉故 全体便妄 将来在妄上你知道是觉悟 那妄也是真 这样镜子你不认镜体 镜色就是妄 当你认镜体时 镜色那个不是镜体的本来的性真 所以只缘无事可思量 所以念念之间行者心中 越来越熟悉 也知道他的下手处 所以心里面虽然说在念念之间观察思维觉体 但是他观察思维觉体时 他都是在心体的本来面目上 做他的所缘下手处 本来的面目上的所缘 他就不是现前所有一切感受之中的所有的劳动 一切的劳力 那一切劳力就是过去众生妄想的种种的从事 现在你看到一切念头上面的所有一切从事的象中 一切是跟业力的象中 其实你会发现那根本都是决体的本来随人的作用而已 你根本不会在这个感受之中 在随过去以为有种妄觉从事的种种妄动 所以单要只能参这个根本不是非从事的妄动 所以也不是在过去一般众生习惯的思量上面说思量 众生习惯的思量全然是被感受之中的势力前程中流转 行者所说的思量 它是根本看尽一切过去凡夫的思量那种虚妄妄动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切思量的种种差别 但你会发现你突然你能够感受到那个决心 它是超越一切思量的 假如它已经是种种思量 它要是属于哪种思量 它就不能够再思量其他的 那为什么决心能够明白一切思量 明白一切思量处就是无思量处 所以就在这无思量处可以看尽一切思量 就叫做只缘无事可思量 因为当你能够看尽一些思量时 你更能够体会到那个从来无思量的情境 那才是真正明白决体的地方 所以我说那个记子 它不是果地之中的一种成就的境界 而是叫你现在下手的时候 行者令令归家的现在下手的方便 所以华德问 那如何达到那个境界 什么时候达到 就从现在开始念念 ceks给大家看 我帮大家买在这 title 都没有发现